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生气 打泡泡的游戏 没想到小讯的功力惊人 让邱好奇惊讶不已 形容他简直是打泡泡高手 邱好奇与小讯在台试 三立周遇偶像剧 已读不回的恋人 被封为暗KCP 由于剧中邱好奇对 在小讯冷漠一场 却常利用对他的爱 暗示小讯去完成一些坏事 所以在晋升会中 邱好奇特别近 全力要弥补对剧中女友的困疚 当场队 看来一段freestyle热物 两人还互送生日礼物 默契十足的都是情趣内衣 邱好奇收到的是性感傍文小内补 而小讯礼物 是黑色透明内丝薄纱睡衣 彼此还尴尬的假装适装 小讯表示 每逢自己生日有个怪体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吃早蛋糕 即使没人送 生日当天他也会买给自己 他笑说 这样才感觉有过到生日呀 邱好奇则恰恰相反 对生日非常低调 一家人都没有庆生的习惯 原因是不爱热闹 也因为人多的长河 反而想要照顾他女来宾的感受 特别是对庆生观增的惊喜 常让他不知所措 另外 也因为哭眼太低 不希望感动 而在朋友面前落泪 现在年纪大了 邱好奇有时不好婉拒 但唯一要求就是生日聚会 不能超过自然 邱好奇又与小讯座 一起提前过生日 三例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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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